RAID TV 大家今天觀眾朋友好嗎?我是RAID 今天呢,要來拍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呢,我現在大家應該都滿常看到的 因為我之前的頻道有拍這支小米4的手環啊 它的一些音樂上的操作嘛 那可是可能是我當時候錄的不是很詳細 有很多人一直問說一些音樂播放上的問題啊 我就想說,那我就為了這個東西再來拍一部 詳細的解說好了 就是說,針對目前為止在我頻道下面留言的人啊 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我再重新的用操作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假設你跟我的操作都一樣 但是你卻發生一些問題,不能操作或是不能播放 那代表可能你的小米手環有點小問題了 那我建議的話呢,如果有些小問題的話呢 我建議你送到台北跟台中的小米自己要去做檢測 然後他們就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了 OK,來,接下來我們就先開始吧 OK呢,首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去啟動小米手環4的一個音樂播放的功能 然後這邊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之前有好幾個人留言問我說 為什麼它的小米手環沒有辦法聽到聲音呢 這邊要跟大家再次強調一下 小米手環4本身沒有喇叭 大家可以看到,本身是沒有喇叭的 它沒辦法播放音樂 它只能拿來控制音樂而已 所以呢,大家不要再問我了 不要再問我為什麼小米手環4不能播放音樂 它是可以播放,不過它的播放是控制 不是在它手環分體上播出聲音 是在你的手機上啊,或者是藍牙耳機啊 藍牙喇叭上面播放出來 然後呢,第一次如果你要啟動在你的手機上啟動的話 應該還講好了,就是每一次手機 不管你是重開機,或者是第一次啟動的話呢 都必須要這樣的動作才可以去做一個控制 因為你必須在你的手機,因為 呃,支援播放的軟體APP很多種 那它並不是每一種都有支援 但是我常用的,像我比較常用的是KBOX 跟Youtube上面它都可以控制播放 那所以呢,我先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你要正常啟動它的播放功能的時候呢 你必須先打開你的APP 像我採用這個KKBOX 就進來之後呢 你就隨便挑一首歌,比如說我剛剛就挑這首歌 然後呢,你必須在手機上 先按一次 先按一次,讓它播放 好,我把它用小聲一點,怕大家聽不到的聲音 大家這個一定要記得,第一次必須在手機上把它打開 然後呢,你打開之後呢,手機正常是播放的情況下呢 你就拿起你的下面手環 然後呢,往左或往右滑都可以 然後呢,這邊就會出現 播放這首歌曲的中文名稱 然後呢,它上面可以控制音量的大小聲 欸,不好意思,滑了一下 上面呢,可以控制音量的大小聲 然後中間可以控制其中播放 然後下面呢,可以控制它的那個上一首下一首 來,再一次 那現在我剛剛不小心,我剛剛按了一次禁止了嘛 那現在我只要按開放 先按把按播放 然後就開始重複播放了 那你如果要調聲音的大小聲呢 那你如果要調聲音的大小聲呢 就可以從上面這邊去調 我現在呢,比較小聲,那我按一下 當然你要大聲的話,就多按它幾下 它每按一下就會調整一個 下一個大小聲的 然後呢,一樣,中指就按中間這顆就可以了 然後呢,你要播放下一首的話呢 你很簡單就按這邊 好,按下一首 它就變成下一首歌了 你別讓下一首歌播放了 這是它的音樂操作上的功能 這個呢,非常重要喔 因為蠻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它第一次沒有辦法去取得這個APP 然後呢 呃,再重複跟大家說一次 你必須在手機上先啟動一次 然後再去手環上做控制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當你第二次之後呢 像我現在螢幕是關的嘛 手機的螢幕是關閉的 那其實只要第一次之後呢 你手機跟它連線之後 先按這邊 按下去,就可以開始播放了 所以就是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手環就可以一直控制這隻手機了 然後呢,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有人有反應說 在YouTube上面啊 不能做這些操控 那基本上呢 我操作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像我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手機的畫面 目前呢 手機的畫面是在我個人的YouTube裡面 然後這個剛好是小米手環創作室的一個畫面 這個播放的影片 那現在呢 我就用手機去控制它 那我一樣把小米手環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呢 滑動一下 它就出現這個影片的名稱 小米手環式的一個操作音樂 所以呢 剛剛是沒有說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我按一次給它按一下 先按播放 按一下播放 畫面呢就開始做播放了 然後呢也可以一樣控制大小聲 大小聲一樣我就控制上面 然後按出上面 大小聲就可以操作 然後呢,上一手下一手呢 也是可以操作的 你按下一個就回不了下一手 所以基本上呢 都是跟剛剛KBOX的操作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OK,以上呢 就是小米手環式的一個實際操作播放影片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你如果跟我操作一樣 但是呢 你卻發現你的手環不能跟手機直接連動的話呢 呃,就像我一開始想到的 請大家直接送到小米之家去送汽油檢查一下 因為畢竟我不是 我... 第一個,我也不是蠻小米手環式 第二個 我也不是他的專家 我只能就我個人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大家如果有 使用上的問題呢 建議還是大家回原廠去做這個 檢測的動作喔 OK,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像這樣子一樣 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留言給我的話呢 基本上我懂的話我就會回覆給大家 那當然我不懂的話 我也會請大家直接 可能找... 呃... 更專業的人啊 或者是找原廠去做解決這樣子 OK,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只想要愛你 只想要保持你 只想要保持你 只想要跟著你 只想要跟著你 直到我們長老 請問我 或是你留下 或是你離開 我想要你為我自己 每一天 你設定我的世界 在火 你設定我的世界 在火